你是不是不想再遇到这些情况 如果是的话 就立刻用这个Surfsharp VPN Surfsharp VPN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VPN品牌之一 它透过多个地区和国家同时连线 将身份保护和掩币上网限制的功能 提升到全新的高度 只许用Surfsharp VPN 就可以完成Netflix、Disney Plus和HBO的跨区 所有地区的影片全部都给你看完 一刷入这个读友的服务咱们 立刻有17节 和免费享受三个月的额外服务 别等了 想看影片就快用Surfsharp VPN去影片 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今天有什么要做呢 话说一路以来大家都觉得我在公司 常常都会拍片 来骗人钱、骗同事钱、骗其他嘉宾钱 但有时候我想说这个世界很神奇 因果循环、因果报应 话说小弟前一段时间很不幸 又真的被人骗钱 今天就想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件事 因为我被人骗钱之后 我就在上网 在IG上收集了一些大家 即是有没有遇过一些骗案 希望透过这条片 可以给大家了解多一些 现在可能在网上 或者曾经遇过的骗案 希望你看完这条片 或者可能你会给朋友看 等他看完之后 下次可能会小心一点 就没有那么容易中伏 首先就分享一下我这一件事 我先拿个电话出来看看 好,话说4月26日凌晨1点13分 我记得我当时应该直播 在厕所的时候就玩电话 无疑之中真的缘分 我不是整个人都会看到这些 有人在Facebook 即是我的Fans Page DM了我 真的够急 求你帮忙 我女儿在家突然暈了 没有反应 我又未补回一张卡 我老婆真的急着 需要少少钱去医院 当我求求你 我拍摄身份证 签一张欠单 帮忙 借一借着3到400 给我先 我天亮银行开门 立刻去交给你 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不可以没有助她 我看完之后 最初好像很糟糕 但我又在想 为什么会找我呢 为什么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你会找我呢 但我都没有理 我就问她 你是哪里人 澳门还是香港 香港人 我就知道 我都可以过数 我说你转数快有没有 她说有 但当这个时候 我又再开始有些怀疑 我觉得 不是 你女儿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你不是第一次人借钱 寻下了 你会叫白车 我立刻问她 你叫了白车没有 她说 叫了 可能她这个时候 也意识到 可能谈话开始 有些不稳定 因为我心想 有多紧急 你叫了白车 白车来到 正常是不用收钱的 正常她会先救了你的女儿 什么都好 她都行的 她就立刻补回她 是想有少少钱 给老婆有什么使用 然后她再强调 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不想没有了她 但我觉得 也对的 所以我很关心 我问她 白车到了没有 她就说 上了车 正在去的了 这时候我就觉得 刚刚又说 召唤了 这一瞬间就上车 正在去的 我只能够觉得 香港的这些近急服务 真是非常好 做得 应该找她帮你做宣传 我都觉得她应该是欺骗我的 我觉得 应该上了白车 白车正在去的 暂时她的女儿应该是OK的 应该高几百元 还没有很急 我就问她 方不方便打给你 还有我想问她 她老婆在哪 我想知道她有什么情况 她说 因为我自己回到晚上 现在就不在她身边 我就问她 那你老婆在哪 这个呢 其实没什么关系 纯純我自己好奇想问一下 她就再说 可以解决在我老公那里 我一间女经理走了 再给你电话 那这里她是打错字的 我当她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打错了 老婆是老公 都很合理 我说好啊 最紧要一百车到了 接着她就说 真的可以帮帮忙吗 只需要三到四百 她可以有少少钱应急 然后我就再问她 你老婆人在哪 你究竟好奇 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要有什么应急 因为我其实是个玩笑 因为我在想 正常你老婆是会跟着把车过去的 其实正常这个过程 你是不需要花什么钱应急的 她就去屯门医院 她在家 她很激动 然后我就再问她 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 其实她也不是很紧急 因为把车已经送了出去 应该医院就在做事 我就问她 所以那三到四百元有什么用途 我也问清楚 我想不到她老婆 怎样可以用三四百元是什么事 可能吃宵夜 她就说 我怕到时去医院要给一百八十元钱急证 有什么事要回去收拾东西 都可以坐到车 没有其他了 起码万一有什么急事都不怕 我听到这里 我觉得 虽然好像鬼鬼地 但是她解释都很合理 对不对 我就给她转数快 我就过了给她 但是其实呢 我也有跟我会员 那时候有传送帖子 就问一下香港的情况 他们都说 可能骗人 但是又说 不知道会不会真是真 如果真是真 你可能会后悔莫及 所以我就说 那我也照过了 我就过了五百元给她 但其实我内心 都是抱着她骗我的 所以我就跟她说 过了 还有不用还 到时拍张单来看 就可以了 就是我不用你还 但是我的张单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骗我 我不用你还的话 会有交流的情况下 我是不会知道我是被人骗了 还是你真的用到 所以我就希望有一张单 那还就好 然后我再追捕一句 如果你骗钱的话 就都说一声我知 那方便我拍片做题材fans 那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那我都九成 确定了我是被人骗了钱的 那我就很好奇 你骗人钱 你给她转数快 有了你的电话号 就算是有了你的名字 可以吗 那么猖狂 那后来呢 那我的苦主非常之厉害 那他们不知怎样 就上网极速就找了 这个人的资料出来 昂狗仔女同盟会 昂狗限定这个群 原来她是已经被人起了底 那是连她的花名 中文的全名 英文的评计全名 接着她的Facebook 小学读哪里 中学读哪里 地址在哪里 接着现在好似自己租在哪里 电话在哪里 都有的 他会用不同的借口 经常到处问人借钱 例如有急事 老爸就快死 老爸进了医院 还会问人家有没有同理心 自己就利用人同理心 有吸毒 这些情况 那就是这样 这件事就完结了 我以为完结了 结果 早前回复我了 这位朋友 浪子回头 今不回 这个世界 其实还有希望 他第一句 他就跟我说 对不住 一听到这个对不住的时候 一股暖流 充满我全身 就是我觉得 这个世界 其实不是那么黑暗 第二句 就说 我知道我未还回500元给你 但 他说但 但我会主动找回你 证明我不是故意不还 只是真的很守紧 一时间要久一点时间 一听到这句 我当时是有点内疚 对 他就算没有还到 但他也特意找回我说 虽然隔了两个月 但在一个宇宙宏位 这么浩大的情况下 两个月 在这个宇宙里面 真是很短很短的时间 你明白吗 当时我真的有点自愧不如 我差点忍不住 想跟他说一句对不住 接着他再说 他就说 他就说 如果我拍片给你做担保 我想问你借多500元 总数是1000元 我7月5日前 每一次要还给你 如果到时候没有做到 你怎样催我 放我上网 都可以 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我听完之后 我心想 什么事啊 你都被人放上网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放多一次上网也没用 对不对 因为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就跟他说 老实实 是不是我的icon 让你感觉我个人蠢蠢的 所以你才会有 骗我第二次的想法 然后我就觉得 但可能他真有急事 对不对 大家这个世界很简单 各取所需 大家互相利用 对不对 我就问他 一定是你给我访问一下你 我给你钱 因为我拍片都要提材 然后 他又没有回覆我了 他竟然会问我第二次 他还要很理直气壮 真的很震撼 所以我就觉得忍不住 虽然隔了两个机会 其实我本身都很明显 因为我觉得 其实都没什么 但因为他前几天回复了 我觉得 这件事终于有个 Happy Ending 那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个人少少 早前被人骗钱的一个经历 我觉得其实你骗人钱 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你什么原因 可能你手头很紧 或者真的好夹 或者可能你真的不是骗的 然后真的说不到 何你这么说底 我就有怀疑 因为你已经有很多前科 你已经出名到被人摆了上网 起底 我相信 我不是第一个 应该也不是第一个 所以这件事 其实不好的事 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你骗了钱 而是你会利用了我们的同情心 因为当这件事 这样发生了 之后 如果真的有人 假设真的有急事 找我帮忙的时候 可能我都未必要再帮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经历 我就觉得你是骗人 你除了骗了我之外 你还会可能 连累到其他 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就是我自己的小小分享 接着我就要说一些 在我的IG上 搜集到大家遇到的片段 还有一个观众 就特地 DM我 他真的很无助 跟我分享 我都问了他 他说方便 可以让我拍片 说出来 他早前 因为经济出现了问题 就准备申请破产 他去了一间律师楼 现在不知道有个计划 政府是可以帮你还钱 还是债务重组 类似的 再跟他说 但是你做这件事 你是不知道要付多少钱 好像要付9万多元 要他付这个 才可以做到这个类似债务重组 还是政府 不知会怎么帮你的 这个程序 当然 这位观众 他就是没有 他都已经是要申请破产 还哪里找9万多元 给你 由这个律师楼的员工 就不知怎样 有相熟的一些财制 就带了他去那些财制 借9万元 借完之后 他就说 不知捉到他后楼梯 就叫他后楼梯给钱 就帮他搞 后来就发现被人骗了 我就说 你不如先报警 他就去了报警 警察都说 这些事情 其实好像都没什么搞 我想说 其实很多骗案 最大事 其实你报警 都未必做到什么 我问得很详细 但纯粹就知道这些事情 希望跟大家分享 就小心一点 然后就分享一些 在IC上收集到的问题 首先我想强力谴责一下 我们公司的同事 我见到很多人 就诬蔑我 我就收集骗案 很多人都说 是被加冲压 智力大测试 公司人和他玩魔术 我强力谴责他们 不要再诋毁我 我智力大测试是没有骗钱的 我想说 我是跟你玩游戏 然后你输了 你赢了真的有账金 我想说 然后呢 有一个就是 挺出名的 股票 我就遇到女孩子 我不知道女孩子 会不会遇到的 是男孩子 无端会IG DM你 加到你电话 WhatsApp WeChat 这些情况 几种开场白的 有些就直接 会跟你说 哪个哪个 我们来的会 因为有些东西 延估 我跟助手说 什么什么 扮了很厉害 跟你接触 然后你就说 你是哪个 我不认识你 你不是哪个 我不是 我叫助手问一下 后来他就说 搞清楚了 原来混乱了 然后他就乘机跟你聊天 早晨 吃了饭了 你做些什么 IG都是有些性感上 做运动上 瑜伽上 令你悉心起 跟你慢慢聊天 他就开始跟你说 其实他是做投资 或者做什么 虚拟货币 什么什么 然后他就会开始问 你有没有买股票 之后他就会露出码 他就叫你 给你一些计划 或者给你一些内幕消息 他所谓的内幕消息 就会叫你 不如试试买这一只 据知他一开始 就会给你一些 可能正常的股票 即是一些比较大公司 这些 可能你买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他刚好就会升 或者他真的赚到钱 即是他给了正常股票 刚好他就升了 等你慢慢降低戒心 他就开始 会推一些 古灵精怪的 小公司的股票 给你去买 他要做些什么 看回 他其实是一些 推高他公司的股价 因为可能他们本身 这些小公司 不是很出名 他们上市之后 那些买卖就不多 股票就很波动 保持在低位那里 他就要找一堆水雨 他就要一起买股票 推高股价 然后就让他自己 可以买回他手上的股票 那些水雨哪里找呢 他就可能要找一些 帮人骗人的代理 他就手上有一堆人 他就出去 找这些 色彩人 或者一些女性 我不知道会找女性 因为我 遇到的都是 一些女性 所以我觉得他找男性 女性 不知道会不会 他就找这些人 跟他聊天 可能他有很多女性 那里就有很多人的力量 一起去推高股价 最后那个庄家 就会把这些 他手上的股份 试过全部放出去 然后股票一跌 回到最低点 接着你的钱 就会消失 我都遇过几次 我这两天都有 而且最令我起疑心 是什么呢 我开始有个女性 帮我 我都很正常 我都叫做 有些人认识 有无法 DM我聊天 也很合理 也有很多人会做这些事情 接着我就再看 那一定有follow我的 我一看 你这个鸡 没有follow我 知道我什么 就帮我 我就开始起疑心 也有些人就说 我会员都是骗案 那这个是的 我说大家遇过什么骗案 薯哥是遇到这个 性交转运助阳入体 薯哥你是男人 你遇到这些吗 综合这么多 其实他们全部 都不外乎有几样东西 首先 无论你上网 你遇到那些美女也好 很惨的人也好 最上就是 你会有些直接的金钱交易 总之 他一涉及到要钱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 你要立即提起戒心 第二样就是 瑞士山区废 那些费 他有一些会益 内幕消息 他有个笋工 要帮人刷单 也好 打字也好 最初可能 你真的很短时间 会帮你赚到少少钱 然后他就慢慢 会有些更正的东西 这些更正的东西 可能是需要你用钱去解锁 第三样就是拿资料 这个时候我再分享少少东西 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早前跟我说 他就出了去大陆工作 去那地方 他就是在酒店做 查询 然后就有 他的电话响了 你问是哪个哪个 他就说了他的名字 总之我们不知道 什么部门 假设是重庆 想问你是不是来到重庆 他说是什么事 就问他来到重庆做什么 我朋友就觉得一定是找笨 就立即很关心 问候他妈妈 问候他全家 他一听完就说 你先不要那么激动 我们不是骗你的 我们知道你 你就来了这里 你现在住在什么酒店 他说了一些 比较私人的资料 他就做什么呢 他就纯粹提醒他 因为疫情 就叫他不要到处走 即是那些旅游景点 就尽量不要去 所以我想说 通常那些 什么部门 正常是应该有你的资料 还有最后 他不会问你拿钱 他就纯粹叫你 不要去那些旅游景点 还有最后就没有一个 心态就是觉得 你没有骗我的 我这么狂 你应该会骗其他 千万不要这个心态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前段 香港的一宗比华尼山片案 终极的有钱人 住豪宅 做善事 参加拍卖会 就是你看下去 都觉得他没有骗人 结果他骗了超多人 新闻话 就是这样 好了这条影片 纯粹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小经历 希望透过这条影片 可以帮到大家 避免被人骗到钱的情况 始终我觉得现在 我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乱 经济又不好 很多因素 其实会越来越多这些骗案 我也欢迎这么多朋友 或者观众 你们可以将这条影片分享出去 同时 你们如果有些什么 亲身经历过 或者想提醒大家的 可以文字在下面留言 我希望这条影片可以放在这里 让大家看到 现在有什么骗案 起码可以避免 还有最后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件事不是骗你 或者是怎样的 要做一些投资 或者是什么的 记住就是不要拿一些 你拿来救命的钱去做 如果我看直播都说过 我半天曾经是 经过朋友的游说 其实都是拿了十万元出来 叫做投资某一件事 最后都是没有了 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像 比华尼山那些东西 这个朋友其实 他也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我就是觉得 他没有人欺骗我的 只有我欺骗他 就是我们的地位和身份 可能他未必是想欺骗你的 但可能有时候 有钱的人 多厉害的人 他也可能会有困难 就是这样 多谢大家 终于我的朋友 就终于我了 再见 拜拜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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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